大家好 又來到這個美股策略王的時間 今天以這個頂鹿造型見人 因為最近學業繁忙 都很久沒見大家了 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有這個環節 在大家組織問題的時候 我就聊聊聊昨晚的新聞 因為上個星期坦白說我真的是手機充滿 沒有特別入手什麼 你說GME AMC 我都沒有特別去炒 因為真的太多事情要做了 所以不評論了 因為我想GME熱潮都已經過了 說回一些即時新聞 就是Microsoft準備出那隻Copilot PC Plus 這個電腦其實它叫做挺厲害的 如果你平時是一個有研究開這些AI電腦 這些比較新科技的資源 其實它是很厲害的 它性能上全面有些評估 就是說它比Mac機更快50%至60% 其實你知道Mac機的M3已經算是出色了 雖然未去到Mac機會用來打遊戲機 但是如果在講一部AI電腦的時候 Mac都可以吸引Siri Mac機也有自己的AI語音助手 所以其實如果在講AI性能的電腦來講 Mac機這次出這一部是真的值得好看 就是一部有料的AI電腦來的 而且它也有說它會開始有一個 就是它的晶片也是新的 新的AI晶片是高通的 所以就怎麼說 可以有度相確 雖然昨晚如果講Microsoft股價 我又沒有覺得它特別好 所以我個人認為Microsoft股價是絕對的 因為它這個AI電腦是厲害的 至於我也想對比起這個Apple 因為Apple也有開始跟內地打這個價格戰 比如說怕了華為 而它也有一些利好新聞的 就說說其實它現在的營運總監 好像想去拜訪TSM的人 然後去討論可不可以包了 它這兩奈米的晶片首批產能 所以我個人認為 如果這兩家公司都叫做科技大頭 同時Microsoft的AI電腦真的太厲害了 Apple相比之下 你這些純粹普通的晶片新聞 又沒有去到說真的好 怎麼說呢 味道真的好利好 而Apple股價其實都有反應的 我都知道這裡大家都很多人 就是不是很看好的Apple 我自己都不是很看好的 的確它都純粹是盤前 盤前或者剛剛開盤 標得比較高 然後那個噪音都逐漸消失 不是很頂得住 相反我覺得Microsoft 比較有能力去頂上去 這個就是我想提一下大家 Apple要小心一點點 和Microsoft的利好 先看一下 這個眼鏡碌 因為你的眼睛有點發炎 另外一些新聞就是Google都會 要斥支11美金在芬蘭開這個data center 正如我兩個星期前 都開始有多說一些data center的資料 其實data center在現在這個世代來講 大家都很追求這個cloud 都會backup你的雲端的時候 data center更加是Google Google drive大家都有用 當然它的生意技術 未去到 說absolutely真的用到NVIDIA 那種新芯片的生意技術 我也不知道它是不是真的 放這麼多成本 但至少它有個計劃 去說自己建立data center 我覺得這件事對Google來講 都是算利好的 但是坦白說 芬蘭這個market 未去到這麼大 而都未去到成本很低 在歐洲來講 所以這個就有代商確了 那看一下大家的問題 MARA很厲害 MARA很厲害 我也想慢慢提一下這個Bitcoin 重上這個7萬1的關口 可以留意一下MARA和Coin MARA我個人認為比較負擔 還有之前的preference 不是很跟Bitcoin的性價走 這次跟著 你未必看到下一個星勢的嘛 所以MARA是要小心一些的 因為都真的 不是很抓到路 反而Coin我覺得會穩陣一些 當然成本高於MARA 但是其實坦白說Coin也不太貴 200多元 所以這個可以略略留意一下 最近蠻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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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蠻的 因為都沒有什麼因爲 就是一個信念 兩個星期其實我都沒有特別動過 但是他都差一點點跌穿了 我設的比較 deixar的話 overtyping的紫竊 現在21個多元我覺得還好 就是接受到 然後 然後 VRT可不可以加著 現在大概 平均成本有多少 由於 坦白說 VRT其實如果真的 好好考試 你看看上這個星期 那這個星期 昨晚略看又不覺得它特別跑得前 反而我會想看一些科技巨頭多一點 或者真是看一些蜜蜜類的一些股票 那所以BRT 看你平均成本多少 如果真的很便宜 現在就入少少 搏它升 如果不是就不要太貪心 可以離場都無所謂 先看看 M4 iPad 真心好用 我也覺得 Apple 的產品本身已經跑得很前 既然它這部 Microsoft 的新的 Co-pilot 說到快過60%的話 那我都會期待 但未必真的會自知它買了 先看看 TAL 也有很多人說 TAL 輸了1元 應該已經止了算 你的本有多少 我覺得 TAL 要升一元 就不是真的很難的 但是你都知道 TAL 這一類的公司 這類的業務很難去 怎麼說 很難去很穩定 都叫做比較中概一點 你都知道 抓不到路 輸了1元 我覺得還好 但是如果真的很長鎮 或者已經踩貨了 感覺到自己 那就不太好 或者其實現在看圖 做短的位置好像更安全一點 看看你的本機帶 輸了1元 沒什麼所謂 我覺得 因為它的規格都很寬的 看看 先看看 AR 電腦運算能力要求高一點 Apple N4 已經準備好支援軟件 其實Apple 我有看到一些 Reddit 的評論 是說它怕它被人查 因為最近它被人開始查一些 Mac 的 device 壟斷的這個情況 所以 怎麼說呢 Apple 應該會有些怕現在去出一些比較 hardcore 的一些新聞 始終 Microsoft 的 Branding 這次都做得蠻好 就是市場來說 大家都 appreciate 的 欣賞的 短時間就知道你的手機有什麼比 Mac 有什麼那麼厲害 所以我想 Apple 不會在這個時候 真的出一部死對頭來硬碰硬 所以我也不知道它是不是叫做 只欠軟件 我覺得它是欠一個 timing 對了 FFIE 還炒不炒好 這個也是 上個星期我最忙的時候 不斷看到它在那裡 心動動動 又不進場 但是還是覺得 學業在要緊 所以 我覺得FFIE 熱潮已過了 坦白說 你看看昨天也叫做 回穩得頗多 它又不會回去 早幾天 星期四 五那些位置 所以 如果你要炒的話 不如現在看一些 真是其他的細菲股好過FFIE 我想如果真的炒 MARA 或者 BRT 或者 SOUN 或者 SoundHound 這些 應該更好炒 比FFIE 現在這一刻 現在這一刻的話 我猜 SN 有沒有得上 SN 這隻沒什麼怎麼看 反而 如果你說看圖 我覺得它上得太恐怖了 不要這樣 現在這個時候入手 如果是我會做反手 做一些put option 但是 還是不玩那麼刺激 還有沒有得上 如果看新聞 或者看留言 我覺得還是嘗試回調 所以就不太穩陣 NVIDIA 之前有什麼要注意 其實這件事是要小心的 我都知道大家關心它出業績 當然NVIDIA 可以打破美股這個55波的 55波業績倒大小這個局面 它有能力去令到上升那一邊 會大過50 但是 以我之前的理論 其實NVIDIA 我覺得會回調 你都去到差不多950 如果你成本是900以下 我覺得可以先走了 那都夠了 等它回調完再入手都不遲 好 最後一條問題 Bitcoin ETF 還加不加 Bitcoin ETF 我不會加的了 我現在都是長渣 都很久之前 如果真的要加 我會加一些相關概念股 或者如果有ETF 就是看ETF 好 最後 真的最後 有些什麼明天再回答 AMD 168已經吃光了 去到什麼位可以加發 如果168已經吃光了 我想你可以等它回到160以下 因為 都不是真的很難 如果你說它要這麼均勻的話 GME 不要再說就炒完了 我覺得 不要再洗頭進去 好了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有些什麼就明天同一時間再見大家 拜拜